康俊逸进了宴会厅 在一颗顶层大梁的雕龙柱子的阴影里 他环视着整个会议厅 ST这个新的会议中心还真是气派 各项设施设备也是一流 再看向大厅中的人群 康俊逸淡淡地笑了 如果想集中看帅哥美女 去星级酒店总是没错的 就好比现在 虽然在场的很多人都已是不惑之年 但依旧是风韵犹存 帅气逼人的 但当他的目光扫到白沫寒的时候 康俊逸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半年过去了 他依旧无法释怀当初被迫离开 地地酒店时的狼狈和恨意 更无法忘记始作俑者 白沫寒 那是康俊逸人生中最黑暗 也最无奈的日子 感觉已是被全世界抛弃了一般 康俊逸从逝者的托盘里取了红酒 慢慢地品着 几个其他酒店熟食的朋友聚拢过来 先是问了问他的近况 他也懒得解释 直接问了白沫寒的动向 他才知道 白沫寒已经成为了ST的行政副总 他立即感到气压过低 从会场走了出来 他走向靠近二楼天井处的玻璃幕墙 不想正看到新进的国家旅游局饭店管理处最年轻的处长 玉池 略带落寞地吸着烟 康俊逸放缓了脚步 他很惊讶 也很艳羡玉池这个老同学的平步青云 虽然他也已是京城数一数二的五星酒店的客务部总监 但怎比得上玉池这个国家旅游局处级的职位 想到这里 连上前打招呼的心情都变了味道 于是干脆转身 不想旁边一个红衣女子拉住了刚才的那抹身子 夏生 你还去监狱池干嘛 不能给他这个脸 红衣女子问 我想把戒指当面还给他 不是你说应该当面还的吗 温婉又略带悲凉的声音从紫衣女子那里飘来 要还就在他结婚典礼上还 看他还给你不 红衣女子的建议很是正典 原来他叫夏生 这个名字很独特 很容易记住 夏生被那个红衣女子拉走了 康俊逸若有所思地看向那抹紫色的身影 他努力回忆着 夏生今日是盘了发的 不似那日短发的娇俏甜美 但今天他一袭紫色礼服显得成熟又有魅力 要知道紫色礼服是很挑人的 没想到他穿着竟然能够那么优雅 皮肤显得白皙光洁 相貌依旧柔美 而他眉宇间似乎有一种柔中带刚的气质 使人看上去觉得他与众不同 而此刻听了两个女子的对话 大致也明了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康俊逸对这个叫夏生的女子更加好奇了 随即他又想到了ST 想到了在ST任职的白莫涵 于是他的脑海里闪过要接近夏生的念头 不过康俊逸又摇头了 重新步入会场 在宴会厅门口遇见了玉池 他已经是一副满面春风的样子 而且认出了康俊逸 开心地上前打了招呼 俊逸 听说你刚去了HY酒店 康俊逸点头微笑 什么都逃不掉你的耳末 玉池拍着康俊逸的肩爽朗地说 自从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 虽然同在酒店这个圈子 却有七八年没见了 康俊逸也感慨道 同学里已经有些人都失去联系了 我们还只是在各自的酒店里努力生存升迁 现在你不一样了 一下成了我们所有人的领导 真是羡慕我 一丝尴尬闪过玉池的眼底 他掩饰地笑了笑 你也很不错 去了HY做客户总监 港资酒店比外资连号酒店拥有更多的机会 而且你在GD酒店的处分 应该不会影响你的职业生涯 康俊逸本想立即为自己辩解 但是他选择了沉默 玉池还是老样子 一点都没变 总是喜欢抓住别人的弱点进行痛击 不过GD饭店发生的事情 真的让他百口莫辩 本来已经成为饭店管理梯队的一员 却被发现与客人发生行为不检点的事情 虽然这在酒店里有些司空见惯 因为年轻英俊的小伙子 经常被一些女子勾引 但他却是被客人的丈夫当场抓到 真是人生惨淡的一刻 本想从此离开酒店这个职场 可是心底的那丝不甘 让他鼓足了勇气回来 至少要和白莫涵真正较量一番再说 玉池见康俊逸不语 以为他是尴尬 于是也换了话题 咱们的同学里还有谁依旧在酒店里工作呀 据我所知不到四分之一 真是有些遗憾 虽然有时我也会动摇 但是出发的再久 也该记得出发时的目的 康俊逸淡淡地说 玉池冷笑 他听得出康俊逸的嘲讽 不必如此旁敲侧击 还不是嫉妒他得到了这个处长的职位 不过说心里话 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不要这个职位 他看向康俊逸带了思真诚地说 进去吧 等宴会结束 我们喝一杯 康俊逸点头 走进了宴会厅 国家旅游局的局长已经到了 ST的高层正和他密语 白莫涵的身影再次刺痛了康俊逸 他一定要和白莫涵决斗一次 深吸了口气 康俊逸重新审视宴会厅 这里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 看来宴会就要开始了 而这宴会中的各色人等 又将上演怎样的剧情呢 果然 宴会厅里的灯光一下暗了 只有主席台前一束强光 不知何时 国家旅游局的马踏飞燕的标志物 已经矗立在那里 主持人从容上场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诸多酒店业的精英汇聚一堂 庆祝中国酒店业开启新的篇章 下面有请与会嘉宾到前台来开启 这一辉煌时刻 几个国家旅游局的头脑人物陆续上台 千篇一律的启动仪式 在众人适应的掌声中开启 继而由国家旅游局中专项负责此次平定的责任人 开始宣读平定标准 站在靠近门旁 柱子阴影中的夏商 听着平定的标准不禁恶然 这七个先决条件真是苛刻 已具备两年以上五星级酒店资格 地理位置处于城市中心商务区 对行政楼层提供24小时管家式服务 整体氛围豪华气派 内部功能布局与装修装饰 与所在地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相结合等 如此一来 ST就已经被摒弃在外了 想到这里夏商感到一些失落 ST的工作是他热爱的 也是能让他忘记伤痛的 但ST不是已经准备装修了吗 也许还有机会 夏商想着又有了信心 于是一边走一边低头 准备拿出流程表 再核对一遍现场工作 不想一头撞进了一个男人的怀中 男人手中酒杯里的酒 泼洒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宴会厅里的灯光又亮了起来 恢复了璀璨奢华的气氛 而康俊逸一身白色的西装 被红色的酒叶弄得触目惊心 让夏商一下愣住了 康俊逸从容地将衣兜里的一方淡紫色的丝帕递了过去 浓厚的中音从他口中传了过来 你是今天的主人 快把礼服弄清爽才好 夏商有些吃惊 在看清对方的脸后更是惊讶 是你 你今天很漂亮 康俊逸温柔地笑着 把手帕放在了夏商的手上 转身离开了 夏商握着丝帕 半晌才回过神来 连忙低头擦拭着礼服上的酒叶 内心却是翻江倒海 寒雪走了过来 他一把拉起夏商的手 夏商 很忙吗 我老爸来了 他很想你呢 现在还好 过不了多久 宴会也就结束了 夏商立即回答 看到手里的丝帕 再想找到康俊逸 可是他的身影 已经隐没在人群中了 那和我老爸打声招呼去 说着 寒雪拉了夏商走进人群 但又忍不住问 你没又去找玉池吧 夏商停了脚步 我才不会去饭店 绝对不会理他的 有他的场合 我也会尽量避开 那又何必 做了亏心事的又不是你 当个处长有什么了不起 还不是一样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 我说什么也得让我老爸 帮你出这口恶气 国家旅游局里 也不是没有认识的人 寒雪义愤填膺 寒雪的老爸虽然位高权重 却难得的平意尽人 夏商叹气了 唉 算了 只能说我们两个没缘分 不能同台演出 不过以后还会有更精彩的剧情 我们各有各的角色 我一定不会搞砸 寒雪还想再说什么 可是已经到了寒精生的面前 寒精生慈爱地说 上上这么一打扮 可把我家小雪给比下去了 已经收拾好情绪的夏商 淡淡地笑着说 人靠衣装马靠安 寒雪打扮起来 可是比我漂亮啊 我本来就没有你漂亮 这怎么了 我比你厉害就可以了 寒雪不介意地笑 怎么没有看到陆彦涛 寒雪四处张望着 他很想借今天的机会 把陆彦涛正式介绍给老爸 那不是以前咱们ST的江宁吗 我过去打个招呼啊 你陪下我了吧 说完寒雪扎进人群中 这时康俊逸走了过来 他一只手臂上 搭着白色的西服上装 恭敬地和寒精生打招呼 晚上好 寒精生 小康哦 最近好吗 对了 该称呼一声康总监了 寒精生欣赏的拍了拍 康俊逸的肩 拖您的福 在HY还算如鱼得水 康俊逸大笑 说完他看向夏商 这位漂亮的小姐是 寒精生笑着说 啊 我家寒雪的智友 家同事 夏商 就在这ST酒店 和我家小雪一样优秀 还不到三年 已经是公关部经理了 那可很不容易啊 认识你很高兴 我叫康俊逸 康俊逸伸出手 握住了夏商伸过来的手 给了他一个鼓励的微笑 仿佛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 夏商的手指冰凉 遇到康俊逸温暖的手掌 有一丝奇特的感觉 他英俊的脸上 带着温暖的笑容 他只好用标准的微笑 演示了自己的慌张 小康可是青年才俊啊 才二十八九岁的年纪 已经是HY的商务总监了 韩京生的欣赏之情 溢于言表 你们年轻人多沟通沟通 一看到你们 我就觉得 中国的酒店业大有前途啊 这时又有几个 其他酒店的高层 走了过来 围住了韩京生 康俊逸则带着夏商 向稍微安静的角落走去 康俊逸递上自己的名片 并打破沉默 听说你们ST 最近有些大动作 一连换了几个重要的 中高层管理者 看来是要有些变革 夏商点头 心里很感谢 康俊逸对以前见过的事 避而不谈 康俊逸从逝者的托盘里 取了酒杯递给夏商 预祝ST越来越好 夏商接过酒杯 淡淡地说 谢谢 依你看ST要怎样 才会越来越好呢 康俊逸沉吟了片刻说 ST毕竟是老牌五星酒店了 不过作为国营酒店 要想更上层楼 当务之急 怕是要装修改造 部门调整 要不怎么具备 争取白金五星的能力呢 我刚才听了那些条款 似乎ST并不具备条件 高层那里 未必就有争取 白金五星的意愿 夏商品了口红酒 但是白莫涵 一定会去争取的 康俊逸万分肯定 你认识白总吗 夏商有些惊讶 是的 曾是他的手下 他喜欢挑战 这种机会 他不会错过的 而且 他也曾是ST的旧臣 为了让ST更好 他一定会去争取的 康俊逸说 夏商在心里盘算 如果ST真的要争取 白金五星的名额 那么巨大的变革 就会发生 ST的前景将是可观的 只是像他这种 还只能算是基层的管理者 是否有机会 参与这场变革呢 康俊逸见夏商不说话 于是 换了话题 现在 酒店业中 职业经理人 越来越多了 这也是中国的 酒店业发展 进入了快速道 只不过 留不住人才 依旧是最大难题 这也要看 人才是怎么想 很多人 总是很容易 放弃目标 因为诱惑太多 机会 也得到的太容易 夏商苦笑 他又想到了浴池 坚持固然重要 放弃也未必就是逃避 只要不忘记最开始的目的就好 康俊逸淡定地说 也许 如果所有条件都不允许 坚持是没有意义的 放弃是为了下一次的开始 就比如登山 康俊逸说 一说起登山的话题 下伤心底最软弱的情绪被唤醒了 不管失败多少次 只要有机会去挑战永远存在的那座山 一定会有成功登顶的那天 一同登山的伙伴也会来了又去 无法强求 但一定会有人陪我登上山顶 你喜欢登山吗 康俊逸感到意外 喜欢体验登山的女人可不多 是的 登山锻炼的不仅是意志 更是一种态度 下伤低头免了口红酒 只是 别总站在悬崖上就好 康俊逸轻松地说 下伤抬头说 悬崖也不差 很多鸟在第一次起飞的时候 就是从站在悬崖边开始的 没有退路 也不能不成功 所以 它们都学会了飞翔 在那里作为起飞的地点 是最好不过的了 没有退路的时候 才会直往前看 康俊逸凝视着下伤 一时失了神 他说得很对 这就是 置之死地而后生吧 下伤并没有注意到 康俊逸的目光 喝完杯中酒 歉意地对康俊逸说 我还有事要做 所以先离开了 认识你很高兴 康俊逸微笑着与他道别 做得很小的 jag迷你 战略 优优独播 Eu, quand我连你 你安全地 我 Lizard 是身为信心里的 能发生的 我 我们